纵隔肿瘤的症状在临床上是比较复杂的 近三分之一的纵隔肿瘤在临床上是没有明显症状的 多数是在体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恶性的纵隔肿瘤在临床上一般有前驱的症状 因为症状而就诊 常见的症状有 第一个呼吸道症状 包括胸闷 胸痛 咳嗽 气醋 等等 这些是因为胸骨厚的或者是患侧的肿瘤患侧的胸部 当恶性肿瘤侵犯骨骼或神经时 则疼痛剧烈 咳嗽 常因为气管或者肺的组织受压引起 相对来说 痰中带血 恰血的症状比较少见 第二个神经系统症状 由于肿瘤压迫或者寝食神经产生的各种症状 压迫和寝食的神经不同 造成的症状也不同 比如说 隔神经受寝会引起隔腻和隔肌运动麻痹 喉反神经受寝可以导致声音嘶哑 胶感神经受寝会产生HONOR综合症 内肩神经受寝的话 可以产生胸痛和内肩神经支配区域的感觉异常 如果肿瘤压迫了肌身经 就脊柱的神经 可能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肢体的瘫痪 第三方面是感染症状 如果肿瘤造成的囊肿 或者是肿瘤形成的一些局部感染破溃 影响到支气管和相邻的肺组织的时候 会出现相应对应部位的支气管炎症和肺炎的感染症状 第四个是压迫症状 肿瘤体积膨胀以后会压迫相邻组织 引起相应的症状 上腔静脉受压会引起上腔静脉综合症 气管 食管受压会出现气短和吞咽困难等消化道的症状 还有一些特殊的症状 比如说气胎瘤 气胎瘤长大到一定程度 破入了支气管以后 患者咳嗽出来 会咳嗽出来一些带有皮脂物的毛发 指甲的一些气胎组织 支气管的囊肿破裂与气管相通以后 可以表现出支气管胸膜漏的症状 会有剧烈的咳嗽 气短 胸闷 胸痛和发热的症状 少数的胸骨内的胸骨后的甲状腺肿瘤的病人 可以有甲抗类似于甲抗的表现症状 如果是胸腺瘤的病人 还有一类特殊的症状 就可以伴有重症肌无力 伴有呼吸机的无力 还有一部分病人会有睁眼无力 就是眼积瘦类的一个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